是否第一次跟電影神Edan合作 都是的 我之前都沒有跟他合作過 我對他的印象是綜藝那個的他 就是比較活潑一些 搞笑一些 很興奮的狀態 然後到現實做阿楊的時候 因為阿楊本身是比較沉實的一個人 小姐講的 就看到那個反差 他就不只是綜藝那一面 他始終是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全能的人 全方位 有唱歌 有綜藝 有演戲 其實難忘 我覺得我跟爸爸在車上那一場戲難忘 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建構過阿楊跟家人的相處 或者接觸 或者他對這個家人是怎樣想的 除了他跟那個Bevicka說 我跟家人都不說話的 之外就好像沒有說過他跟家人怎樣 那一場就呈現了其實阿楊也是一個關心家人的人 只不過是 或者是他爸爸其實都關心他的 那就是那個靜靜的默契 我很喜歡 就是你以為他一直隔著家人 假裝聽不到這些事沒有人知道什麼 其實原來不是的 爸爸知道的 好 偷偷我出來 最主要就是他們兩個相處的那個時刻 我覺得是為了阿楊在這個家庭裏面的一個點綴 所以我很喜歡 阿楊像不像自己 其實某程度上有點像的 因為我都是其實 是觀察多於行動的人 因為我未必會很 這樣說 我未必會做很多事情 或者做一些很明顯的事情 告訴你我很關心你 我不是的 但是我會觀察 或者我可能會做一些很細微的事情 或者是可能會 不過大過了就明顯一點的做的關心 就是可能會打給我 打給我貓 會聊過幾個小時的電話 在那裡聊一下他怎樣 那這樣 那你說但是不懂去表達自己的關心 或者愛意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這樣的人 都會想嘗試做一些活潑一點的角色 其實我很多都是很沉屈 或者是很困難 野人老師叫他好一點 也叫他比較溫柔一點 或者有他跳脫的一面 但是我也想嘗試做一些反差大一點 因為其實我可能有這一面 只不過是一路表現出來 大家無論是角色也好 或者是平時你無緣無故的hyper 那個狀態可能觀眾是少見的 或者是難以想像的 其實也有這一面 因為始終人是立體的 對著不同人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也想嘗試如果有這個面向 放在觀眾面前 那觀眾又怎樣接受呢 可能是 對著一些很親密的朋友 我才會有 或者可能有時候 那個狀態的模式都會有 講講AK先 我最近都和他拍開 我覺得今次的AK 和上次的AK都幾不同 因為上次他好像是 是不是第一次拍攝 那次都學得快 他很快已經為了角色定調 或者設計了一些東西給他 而我們今次的Datina 其實和上次有 都幾不同 今次的電影感是重很多的 即是無論是班底 都是電影crew 導演 變相我們的演法是有點不同 而他也都很快地去 調整到他的演法 導演都很努力 去和他 聊天可以怎樣做 AK都做很多嘗試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努力的演員 也都是 都適應力很強 我覺得他們全部的適應力都很快 很強很快 就算Tiger 有一些 場口 前幾天見到 他們連續拍了三天打 AK連續拍三天 Tiger連續拍兩天 Tiger 真的沒得輸 他的動作是沒得輸 因為原來他是少年武術冠軍 變相我見到他們 他們記招記得很快 亦都做得很漂亮 Tiger的動作 那 就見到他的潛力是很強 Tiger 我見到是 然後 Stanley Stanley和他認識了二十年 無謂說 他可能經常被人一種很高傲 或者氣場很大 或者很囂張 但其實他也是一個很無聊的人 其實他是很關心人的 一個人 當然他演戲也很努力 他很有天分 也很快地 取得了演戲的東西 亦都是他做了他一直很想做的 一個工作 演員 那Edan呢 Edan 我是比較少跟他同場 或者去對戲 但是 我在 豪哥或者摩爾 口中都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努力 很想去學 很想去知道更加多東西的一個人 我們唯讀的時候 語速上面的問題 其實都 我們唯讀的時候都有 但我們拍的時候 看回出來 都已經看到他改善了很多 他很努力去找自己 未夠好的地方 他都努力去改進 我覺得他們全部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本身的工作量很龐大 而令到他們的Turbo開得很行 他們學習很快 對 這個是我對他們 對他們 印象最深的一個位置 一人 東西 說得很快 會 對 我們 會 有